我们常说大明朝是十七朝十六帝十三岭 这十七朝是指明朝一共经历了十七个年号 十六帝是因为朱祁镇当了两次皇帝 年号分别为正统和天顺 中间夹着他帝里朱祁域的景态 那么十六帝为何十三岭呢 我们知道十三岭是明朝迁都北京后十三位皇帝的陵墓 他是明代皇家陵寝的一个总称 除了埋在南京明孝陵的朱元璋和不知所中的朱永文建文皇帝 剩下的皇帝都应该在这 那也应该有十四位皇帝 怎么少一位呢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朱祁域 他在土木宝之变的影响下临危受命登上了皇位 后来作为哥哥的朱祁镇夺回了皇位 当然不愿意承认朱祁域的身份 最后朱祁域以王的身份葬在了北京西郊玉泉山下 现宗即位时 赴景泰帝号将元王墓扩建为皇陵 现在称之为景泰陵 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开始 他就给自己呢要找一陵墓 古人对死亡的这事呢 都有思想准备 理解上比我们宽厚 自己给自己找一陵墓 是皇帝很乐意的一件事 永乐七年 及1409年 春天永乐皇帝呢 就为自己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 他要给自己修陵墓 这就是我们说的长陵 一直到明朝最后一位帝王 崇祯皇帝葬入司陵为止 十三陵的格局在昌平天寿山下形成 明朝皇家除了在此修建了十三座皇帝陵墓 还修了七座妃子墓 一座太监墓 这里埋葬了十三位皇帝 二十三位皇后 两位太子 三十余名嫔妃 一位太监 这怎么还埋一太监呢 他是崇祯皇帝的太监 有名有姓 叫王承恩 就是陪着崇祯帝一起上吊寻国的那位 死得悲壮了 明朝到此为止 他的身份和故事颇为详细 顺致还为他树碑立传 当年为什么要选天寿山为亡陵所在地呢 中国的风水学中有龙脉一说 中国有三条龙脉 南干龙 中干龙 北干龙 都发源于昆仑山 黄土山翻越太行燕山 蜿蜒而来进入北京昌平 为北干龙的一条支脉 与祖山昆仑山一脉相成 黄土山前为广阔的华北平原 龙脉至此潜入地下 永乐地迁都北京前 召集了大批巷士寻找万年吉壤 最后选定江西树市 因寿山陵墓建成 命名长陵 自古帝王的阳宅要与阴宅同属一条龙脉 所以在建成长陵后又在龙脉上建了紫禁城 为了表示与长陵是一脉相成的 特意将挖好的护城河的土堆成了万岁山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井山 过去也叫煤山 是因为当年在那存放过煤炭 万岁山是龙脉的龙脊 它还能起到屏障紫禁城不屑王弃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 井山这个景观确实有防风作用 冬天啊 当北风啊 是个天然的屏障 十三陵的主陵是明成祖的长陵 后来的子孙依次葬入 有县陵 井陵 御陵 茂陵等等 我们这里最为精彩的应该是长陵了 我们今天去十三陵参观游玩 对外开放的有长陵 定陵 昭陵和神鹿 而其中定陵又最早被外界认知 为什么定陵被知道的最多呢 那就是因为它的发觉了 我们要讲的故事就从定陵发觉说起 1955年 我出生那年 职任北京市的副市长 当时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吴涵 联合当时的郭摩洛 沈彦斌 沈彦斌就是毛顿先生 写过子叶 林家铺子 联合了很多文化界的 向中央政府呈报告 请示发掘长陵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夺先生 副所长夏奈先生认为 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妥善开决和保护 如此大规模的古墓 以及所藏文物提出反对意见 可惜未被采纳 由于长陵的面积太大 挖掘工作难以进行 所以专家组决定先挖个定陵试试 关于定陵 历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实 它是从万历十二年 及公元1584年10月初六 这个青天间测算的黄道吉日 正式破土动工的 到万历十八年 也就是1590年修建完毕 历史六年 那一年万历皇上才22岁 这个工程耗费白银800万两 800万两当时相当于 万历初年全国两年的填富收入 他自个儿就为自个儿挖个坑玩 定陵挖好后 闲置了三十年 都快割坏了的时候 终于万历四十八年 神宗皇帝 驾崩了 被葬入定陵 他过世入葬的时候是58岁 活得不能算太短 他在明朝皇帝中呢 算是比较长寿 比他活得长的 第一个是朱元璋 活了七十岁 第二个是朱棣 活了六十四岁 家境跟他岁数差不多 就多个一两岁 但万历皇上在位是最长的 他在位四十八年 明朝十六位皇帝中 他在位最长 公元1572年的六月十日 年仅十岁的朱义军呢 登基称帝 昭告以第二年为万历元年 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八年的皇帝生涯 所以明神宗又被称为万历皇帝 一提起他 大家就要提及他二十八年不上朝的黑历史 他当年之所以不上朝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他要立他最宠爱的郑贵妃生的儿子 朱长寻为太子 但是朱长寻既不是皇长子也不是皇帝子 哪都不爱着 所以就遭到了群臣的反对 这不上朝 就算他是无声的对抗 再加上万历二十四年 前清宫 昆宁宫的火灾 二十五年黄吉殿 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 被烧毁 万历皇帝呢 就住到了启祥宫 就是现在的太极殿 那他就更有了不上朝的借口 第二 是当时江南一带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 老百姓的生活负数 当时又有内阁辅助管理 社会较为稳定 其实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所以就有学者认为 内阁制有很多优点 与当时的政治架构是比较匹配的 定陵当初建了六年 其实挖开它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一般皇家墓穴中的防盗都设有所谓的机关 定陵的机关呢 是一块巨大的顶门石 顶门石就如同你要打开一道门 和门后站着一个人形成的阻力 在地宫封闭的时候 要把顶门石摆在正位置上 又不想把地宫的劝门不留缝隙的封死 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明清的墓门完全是按照人生前的样子做的 所以关门后中间一定留有缝隙 这实际上给了后进入地宫 且寓意打开劝门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定陵地宫的顶门石就是被考古工作者利用的这个缝隙 借助古诸中记载的盗墓神器 叫拐钉钥匙被打开 1957年11月20日下午 北京明定陵地宫最后一扇石门被开启 打开后里头还比较宽敞 定陵内最重要的一部分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 考古人员发现了静静地摆在地宫里的三聚棺木 它们分别属于万历皇帝 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 互相也不怎么挨着 按照你们的思路 这些应该挨得很紧 互相搂着才对 其实都隔得很远 工作人员首先打开了神宗的棺果 发现其尸身四周放置了金碗 金植壶 金盆 金绝 金带垮等各种明目繁多的金器 还有玉余 玉佩 玉带钩等各种玉器 尸身下有大量的金钉 银钉 金敏钳以及各色宝石 孝端皇后关内的随葬品 略少于皇帝 但仍非常丰厚 唯独孝敬皇后尸体上除了放置少量的金以外 几乎全是银器 身下铺垫的则是铜钱和纸钱 外加五个银钉 关内的随葬品也显得颇为寒酸 这明摆着啊 孝端比孝敬受宠 这孝端皇后是正式策立的王皇后在位42年 是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后 但孝敬皇后也姓王 也是王皇后 看来这皇上就喜欢王家人啊 这个孝敬皇后的出身 既于堪称传奇 考古人员随后发现与寒酸的光果不同的是 孝敬皇后光果旁有十几箱随葬品 箱内装的物品相当的丰厚 有金器 玉器 玉佩 奉冠 侧宝 刨福 邪履等各种墓涌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国宝 就是三龙两奉冠 它便来自于孝敬皇后光果南策的第十四随葬品相供 这件国宝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色泽鲜艳复礼堂皇 堪称珍宝之冠 它总共镶嵌了淡黄色的钢玉两颗 蓝宝石33颗 红宝石59颗 还串坠了珍珠3426颗 这里的钢玉大家听着可能不多 但你只要知道红蓝宝石都属于钢玉 就知道其价值了 钢玉的颜色十分丰富 几乎包括了可见光谱中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所有颜色 纯净的钢玉是无色的 当它含有不同的微量元素时 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我们再来说说这凤冠的价值 明万历年间有位文人叫陈汝迪 创作过一本书叫甘露原短书 其中就有记载万历27年当时各类宝石的价格 我们前面提到的红蓝宝石和黄色钢玉 为八十两白银一分 珍珠的价格为二十五两白银两分 那折合成也大约十三两一分 当时的珍珠跟现在完全的不一样 当时的珍珠都是天然生长的 十分难得 八十两白银在当时能够买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食物换算一下 一分重量的钢玉类宝石 可以在当时买上一万斤大米 要按今天的米价平均一斤两元到五元 不等来算你们想想吧 也是不小的一笔钱 相当于一个衙门里的差役十一年的年薪 那就是一个公务员十年的工资嘛 那你要问这一分是多少呢 明代它仅换算为0.37克 用今天的国际宝石衡量标准克拉来算呢 是1.85克拉 你再看那凤冠上的宝石 与珍珠的合计数量估摸着 这浦东人几辈子也无法得到 我们再看看它在工艺上的特色 它除了用传统的镶嵌蕾丝 最抢眼的就是它大量的运用了点翠工艺 这与金色的龙凤相间呢 无疑是流光溢彩锦上添花的创作 那什么叫点翠呢 我们常见的还有点蓝点燃点锣点漆 一小巨多的都叫点 点翠实际上是金工首饰装饰中的辅助工艺 在当时非常珍贵 首先是关于羽翠的获取 朱翠光华一书中法式篇写到 用小茧子剪下活翠鸟脖子周围的羽毛 轻轻地用镊子把羽毛排列在涂上 粘料的底托上 你想翠鸟的羽毛以翠蓝色 雪青色为上品 颜色鲜艳永不褪色 但实际上从现在点翠的文物可知 永不褪色实际上是以讹传讹 并且以活翠鸟取毛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现在国家出台了法律法规 一般的点翠首饰均用替代品 比如染色的鹅毛 铜色的丝带 效果比翠鸟显得更加出彩 还利于存放 当时如此华丽 珍贵的奉冠 如何出现在孝敬皇后的随葬品中呢 我们要知道 他死时只是皇贵杯 理论上没有资格享用这顶奉冠 那我们反过头来就要讲讲这顶奉冠的主人 孝敬皇后的传奇故事 孝敬皇后姓王 最初谨示慈宁公伺候李太后的侍女 万历皇上年轻的时候有一天 去看望母亲李太后 结果太后没在 此时端查的这个侍女呢 就引起了她的注意 于是万历临时起义 临幸了这个侍女 但这事有点巧 这个王侍女怀孕了 怀孕之事 最后一定会被别人发现 所以太后就发现了 太后就问 你怎么怀孕了 侍女就告诉了李太后 说这是皇上哪天哪天的临幸 万历皇帝呢 一开始对这事呢 不承认 试图隐瞒 太后就怒了 令太监拿来起居住查证 皇帝这才低头认错 之后 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长落 被册封为公妃 王氏本来可以一步登天 享受皇家的荣华富贵 但万历皇上喜爱的是郑贵妃呀 杀出这么一个人来 他心里过不去呀 他想立正贵妃的儿子朱长荀 这朱长落 被万历皇帝是百般嫌弃 而生下这位皇子的宫女王氏呢 同时也遭到了冷落 当朝的大臣们都反对 万历皇帝立正贵妃之子朱长荀 太后出面也干预 万历皇帝以轻蔑的口气说呢 这位皇长子呢 是宫女之子 这让李太后拍案大怒 因为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 最后在太后的威严和群臣的支持下 万历二十九年 朱长落才被立为太子 但其母并没有因此而翻身 日子依然不好过 直到万历三十四年 皇长孙朱游孝诞生 他这是长子长孙 王氏才被册封为皇贵妃 万历三十九年 王氏去世 他去世前 一直住在东六宫最北边的景阳宫 孤寂 清冷 哭瞎了双眼 颇为凄惨 按身份 王氏并没有资格葬入定陵 只能在陵区的嫔妃墓安葬了 其人生悲惨 生前被冷落 死后依然没有什么待遇 可九年后 事情有所变化 万历四十八年 万历皇帝驾崩 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长骆即位 但朱长骆短命 即位不满一个月也驾崩了 接着尤其长子朱游孝即位 这就是那个喜作家具的天启皇帝 新皇帝天启即位时仅十六岁 他有一门心事 想着他的祖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他就给自己的祖母上了一个嗜好 叫孝敬 温以敬让 真词参天 应圣皇太后 皇上又将 祖母的官果 从原木中迁出 与万历皇帝 与孝端皇后 一并葬入定灵 随葬品也进行了调整 两顶与皇后身份 匹配的凤官也在此一并葬入 当时定灵出土了四顶凤官 孝敬皇后还有一顶凤官 有十二龙九凤 而孝端皇后 则拥有六龙三凤官和九龙九凤官 那么四顶凤官两位皇后各自两顶 龙凤树木总和又一致 可见这是天启皇帝 对他的祖母和孝端皇后 身份相等的一个认可 人的一生啊 经常在名利之间游走 对于皇家来说 当天下都属于他们的时候 名分显得比利益更加重要 一切都是这种 的操作 我打赏了 跟皇家来说 穿达 这个 这种